到卖场试吃 可以直接拿了就走 但在福建的鲁鱼文化节 竟然得先点餐层的试吃 还可以自由选择料理方式 一毛钱都不用付 野生鲁鱼资源稀少 出口已经是功不应求 为何主办人却大方赠送 6000条鲁鱼给民众试吃 活动还长达3天 他帮鲁鱼打造什么样的产房 克服人工育苗技术 提高鲁鱼的生产量 为了开拓市场 他如何用现点现做的试吃活动 带动消费者的买气 让鲁鱼成为饭店的人气料理 把鱼翅鲍鱼都给饼下去 中国人赚钱到底有多行 现点现做的试吃生意 要告诉您 中国人真行 这是一艘特别的船 叫活水船 它正在钓起一种鱼 这艘船的特别之处 就是能用这种大口袋一样的装备 连鱼带水 将各个鱼排里的活鱼 输送到船舱里 因为这个空间大嘛 空间大这个水多 它就挣扎的就不会那么厉害 成果率达到可以达到九十多了 除非鱼补好了 那就鱼是伤啊 除非像这个状态鱼死亡啊 鱼好了就买问题了 这艘活水船 能装一百吨的活鱼 福建省福岭市的这片海域 每到秋季 就会频繁出现这种装鱼的活水船 将当地的各种活鱼 源源不断地卖到韩国等地 红鱼跟鲁鱼可能像百分之八十嘛 一年拿了二十多汤嘛 最多的时候我们叫的船也是五六三嘛 他们如果是来回跑就多了 整个一年我们这个出过去的船 都是三十多个匹师 两斤多多 活水船是方秀的杰作 在这片海域上 方秀可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 他攻克了海鲁鱼的人工育苗技术 改写了当地海鲁鱼的养殖历史 他更是第一个将活鲁鱼卖出国的人 靠出口活鲁鱼 方秀还带动了五千多农户 引起致富 我们理解这个领导太厉害了 他能够这么困难被他突破了 这个潜无鼓励 我们非常感谢他带从这边去 现在基本上这些养鱼智乎 对他一般都是非常配物 配物都不得了 应该是比较有破例 敢为听下先的 这种能力 八年前 海鲁鱼的人工育苗技术还没有被攻克 当地只有少量的养殖野生鲁鱼苗 如今全线有五千多农户养殖鲁鱼 产业已经发展到育苗 养殖加工和销售 整个产业链年产值高达二十多亿元 养殖户们都知道 当初发现鲁鱼出口商机的人是方秀 让这个产业迅速崛起 也离不开方秀 而鲜为人知的是 对于方秀来说 这一切居然与他的两次救人经历有关 1987年初夏的一天 方秀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会遇到一件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 这天刚从上海回乡探亲的方秀 正在海边散步 看着对岸的渔民捕捞作业完毕 陆陆续续划船归岸 就此这时 一个身影突然不见了 他就拿了一块板 四肢弯弯这么大 他拿了这个板 就一边滑一边前进 滑下滑 这个木板敲起来 人掉下去 方秀结状后来不及细想 纵身跳入海面 向落水的地方游去 很快方秀发现不妙 那个人落水的地方 正好是个鱼窝 鱼窝的周边插满竹杠 竹杠上面长满海力 等把人救上岸时 方秀才发现 自己的全身被锋利的海力壳 割得伤痕累累 身上就滑了几道伤 倒是轮了前身倒是戏 看起来挺可怕的 方秀出生于福建省福顶市宁静的海边小岛 二十岁那年 方秀考学了上海海洋大学 毕业后 商业头脑敏锐的他 靠上海朋友的关系 把当时最时髦的产品 自行车 手表等倒卖回家乡 到一九八七年 他就有了一百多万元的积蓄 在县里也是数得上号的有钱人 而历次救人的经历 深深地触动了方秀的内心 那位渔民掉入海水的一幕 一直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常常感慨 同时相礼相亲 自己因为上过大学 靠对接资源 就不知不觉地赚了上百万元 可祖祖辈辈 生活在海边的渔民 只能靠捕鱼过日子 收入很低 还经常有掉海的危险 有的时候 不再大的 不来不上 就花你下去 房秀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究竟怎样 才能帮上家乡的渔民们呢 不管我身在何处 就想了这件事情 能不能有一天 把他们这种的劳作方式 进行改变 1989年 还在上海做生意的方秀 做了一件大好事 他给村里捐了十万元钱 围起了一片面积 五百六十亩的堤坝 让193位村民 入股养殖当地资源 比较多的野生鲁鱼 一股可以孤肉 一两年 可是随着鲁鱼养殖数量增加 鲁鱼的销路成了一个问题 1993年 方秀在一次韩国旅游时 发现韩国市场上的葫芦鱼 卖价很高 当时我们给他的那边的价格是 三十多块 如果是冰水烟 那就十几块钱 简直就差了 最起码差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倒卖上海时髦产品的生意 已经不好干了 这趟出国 让方秀从中看到了商机 回国后 他想到能否把活鲁鱼出口到韩国 既解决村民销售的难题 同时也给自己找一条新的赚钱门路 就是这一年 方秀请人设计了这种活水船 开始将活鲁鱼 源源不断地运到韩国市场 后面市场是鲁鱼装进去的 前面那个市场是装那个红鱼 这边又要装那个金雕 是这样子的 因为那个花色品种 让市场这些消费者有的选择 鲁鱼在韩国市场打开销路之后 养殖鲁鱼的渔民马上多了起来 而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它产生的瞄准是有限的 大量捕捞以后 它资源就慢慢退化了 鲁鱼的销路刚刚打开 可野生鲁鱼苗的资源却在枯竭 当时人工培养鲁鱼苗的技术 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方秀陷入困惑当中 可他又隐隐觉得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为了掌握鲁鱼的习性 方秀买进什么设备充当水下眼睛 24小时随时盯烧 鲁鱼核实生产都逃不过它的法眼 它精心打造的立体养殖环境 竟能打破大鱼小鱼之间的繁鲤 待在同一个水池生产也没有问题 成功让鲁鱼多子多孙 成为当地第一个 把活鲁鱼卖出国的人 想要让人工养殖的鲁鱼怀孕生子 简直比登天还难 不见有位鲁鱼大王 克服了鲁鱼的人工繁殖技术 鱼苗年产量高达2800万位 改写当地的鲁鱼养殖室 它如果从岸上监看鲁鱼的嘴下生活 找到生产的最佳时机 它营造什么样的养殖环境 长大于小鱼安心待产 首次生产就产下800万位的惊人数量 眼看出口鲁鱼已经是供应求 为何它却要把6000条鲁鱼免费送人吃 究竟是吃鲁鱼的噱头 如何让遭受重创的鲁鱼产业大翻身 成为饭店主俗的指定用菜 销售量逐年翻涨 鲁鱼的销路刚刚打开 可野生鲁鱼苗的资源却在枯竭 当时人工培养鲁鱼苗的技术 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芳秀陷入困惑当中 可他又隐隐觉得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如果能把它还之成功呢 对我们的养殖这事业 肯定是有发展的前进 1999年 芳秀拿出所有积蓄180万元 兴建一座占地面积15亩的育苗厂 然而四年过去 芳秀发现 攻克这项育苗技术 比想象中难多了 很多乱 它腐化不了 因为有的下沉了 有的它死掉了 有的开不了跑 就是说白了它就没有扫金 鲁鱼育苗一年只有一次 一个细节没掌握好 这一年就功亏一篑 连这四年都没有成功 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 芳秀把家底掏光了 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也是我这个打击最大的打击 这个也比较困难 像这个亲戚朋友啊 他对你这个冷言 冷言冷言意的 2003年的除夕 这个一直非常幸福的家庭 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吵 因为花光的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不少万债 除夕之夜 芳秀甚至都拿不出购买年货的钱 拎着两条鲁鱼就回家 七色健壮后 亚裔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 那个除夕夜 伴着寒酸的年夜饭 和争吵盛中度过 一直在乡亲们眼里 总是能够帮助别人的方秀 落魄到被人逼债 走投无路的境地 面对现实 芳秀没有退路 他只能坚持 2003年2月 有一次芳秀看电视时 看到了水下摄影机 他受到启发 决定购买一台 来观察野生鲁鱼 在水下的生活习性 我们现在主要是观察 比如说五米 它活动的那个 鱼的大概的大小是多少 然后那个六米十米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通过观察 芳秀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 不同体重的鲁鱼 生活的水域不同 体重越大 越喜欢在深水区活动 而不同水位的能见度 盐度和温度都不同 我们会得出一些 相关的一些数据 回去仅供我们参考 原来芳秀育苗的环境 都是同一个能见度 盐度和温度 鲸鱼在不适应的环境中 就产不出卵 于是芳秀人工营造出 适合鲁鱼产卵的 水下立体养殖环境 根据数据 调整出适合鲸鱼产卵的环境 2003年 芳秀的青鱼终于顺利产卵 当时我们这个生产是有八百万 八百万 八百万其实说起来不多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喜庆 世界的感觉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随着芳鱼苗培育成功 加上销路的拓展 这一源头和一终端的突破 让农户们都鼓足了干劲 扩大养殖规模 顿时 这片原本平静的海域 变得喧嚣起来 每家每户都有养 养多养少 有的多了几万条 少了几千秒 几十万啊 十几万都有 这个规格不一 2006年 芳秀的育苗数量 突破两千八百万位 在芳秀的带领下 扶顶鲁鱼的养殖规模 达到了五千口网香 年产鲁鱼六千吨 然而这一年 一场台风拨漆而遇 芳秀遭受重大损失 可这个时候 他的又一次救人的经历 却让他从困境中崛起 带动当地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2006年5月10号 天气预报 一场17级的特大台风 将正面袭击扶顶海域 下午四点 芳秀在台风登陆前两个多小时 驱车赶往鱼排 当时车上装满用于 加固鱼排的绳索 一路上风雨交驾 汽车艰难地行驶到 通山大桥时 芳秀听到呼喊救命声 当时我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对面有几个人 看上去比较模糊 在那边一直在掃着笔画 在喊 在笔画 那个喊就是 招呼住要救命 这种意思 当时这个窗户也是摇起来的 风雨交加 看上去冷静路很低 那我看到这个几个人 在拼命地找到挣扎 在那个一个手抓的 这个旁边 这个指向来 那个铁杆上面 铁杆杆的承受力有限 加上风雨猛烈 三位路人 随时有可能被吹到河底的危险 是救人 还是去救鱼排 芳秀没有时间犹豫 那我想想这个还是 庭庭有命的 也没有什么犹豫 我是想这个救人还是重要 芳秀摇下车窗 叫喊他们赶快爬上车 但是他三个人 就像一个救命道道一样 马上灵魂来爬 因为我的窗户开掉 他就挤在 挤在这个车的后面 那个车门一关 我就直接往这个灵魂道 芳秀非常艰难的驱车 将他们送到附近的酒店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 一个多小时 当他想再返回鱼排时 台风开始正面袭击浮顶 车辆根本无法动弹 芳秀只好困在酒店 等待台风变入 台风正面袭击过后 芳秀驱车赶到现场 发现鱼排已经变成了 一片废墟 但是看到一片灰 已经没有人 就是吹到散掉了 被浮人吹压打压 就是全部散掉了 那一切木材跑光了 意味着沉重的打击 如果是没有损失的话 那一年的利润全部喝起来 就将近可以达到两千万 上千口网香毁于一旦 事后当人们知道真相后 都说如果当时不耽误 这两个多小时 芳秀能够尽早赶到现场 用绳索加骨鱼排 或许会损失少一些 芳秀在灾难面前毫不犹豫救人的事迹 把自己的积蓄借给他 让他恢复生产 我陪文具败相机 我相信他人的性格和做的建设很大 他就肯定会东方再起来 芳秀带我们养鱼 我们就越来越长钱了 当然他也不然我们当然帮他了 短短十天时间 二十多个员工和十几个朋友 就筹集五百多万元借给芳秀 同时不少养殖户 自发积极地投入新建鱼排 他们还在自己家里 有了一些网啊 鱼网啊捐出来 木头啊捐出来 为公司就是筹建整个鱼排 五百多口网香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迅速新建好 新建的鱼排 能够抵挡得住十四级的台风 我们这个鱼排上面 摩托车都会开 是 这个是目前来讲 可以说是前果最好 当地的鲁鱼养殖活损失业非常惨重 他们在方秋的带领下 以最快的速度投入灾祸重建 整个鲁鱼产业奋起直追 那一年我们从疫苗到养殖 就一年之间 当年就赚了一千多万 二零一零年 除了出口活鲁鱼 方秋决定开拓国内的鲁鱼市场 为了扩大知名度 方秋在政府的支持下 连续举办两届的鲁鱼文化节 其中2012年鲁鱼节 让他的鲁鱼名声大噪 举办事实活动不稀奇 方秋不止让你免费吃鲁鱼 还能现点现做 饱到撑破肚皮 他如何与饭店结盟 让顾客自由选择鲁鱼的烹饪方式 餐餐都坐无虚席 围棋三天的事实活动 虽然赔掉六千条鲁鱼 销售量却不减反增 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 意外地增加了饭店的客户群 你听过适时活动 竟然还能先点菜吗 不见有位鲁鱼大王 为了提高鲁鱼的买气 竟然把价值十几万人民币的鲁鱼 免费送给民众吃 凡是到指定饭店用餐的顾客 都可以免费享用一道鲁鱼料理 不论是清蒸 红烧还是撒西米 统统认军挑选 想吃哪道 厨师就煮哪道给你吃 围棋三天的事实活动 虽然让他赔掉了六千条鲁鱼 却让鲁鱼产业一夕爆红 不但吸引各地的饭店主厨 慕名前来品尝 更让婆婆妈妈们买鱼都指定买鲁鱼 年销售额高达1.5亿人民币 2012年鲁鱼文化节为期三天 吸引了众多媒体 以及水产专家和经销商参加 于是方秀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广鲁鱼 他找到福鼎市最大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提出由他免费提供鲁鱼 酒店负责加工鲁鱼 举办三天的鲁鱼免费品尝活动 只要来酒店就餐的顾客 就可以免费享受一道鲁鱼菜肴 清蒸鲁鱼 鲁鱼生鱼片 红烧鲁鱼任意挑选 广告一打出 顾客就一波接着一波 把酒店挤得人山人海 我们总共的这个桌数呢 是1800个座位数 当时的上座率能够达到7% 80% 对于我们整个经营者来说 也应该说是可以喜笑颜开的状态 马建文喜笑颜开的时候 方秀和员工却尴尬了 我们当时就没去多想 能不能来这么多 考虑也挺尴尬的 其实我们当时这个话已经放出去了 你不能收又收不回来 你只能接着做 就能接着送美 原本准备了2500条鲁鱼 结果一天就全吃光了 整个那个商天的时间下来 披到生鱼片的时候 有披着他们的厨师 披着手都算了 整整三天时间 吃掉了6000多条鲁鱼 价值十几万元 为其三天的免费品尝活动 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 方秀的鲁鱼 一下子名声大声 通过一船是十船百吧 应该扩大的范围是更大了 一家酒店突然间生意如此红火 吸引了周边酒店的厨师们 都慕名前来品尝 鲁鱼大部分是我们湖顶做一些酒楼 中高端酒楼的这些主厨 包括他的老板 也就因为通过了这个场景的效益之后 在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的鲁鱼在湖顶的供应量变大了 成功举办鲁鱼节后 方秀和不少酒楼海鲜市场签订供货合同 同时开专卖店的形式 将深加工的鲁鱼产品 卖到全国各地去 估计我们主造量 一般是占整个产品的代文件事物 现在我们国内逐年提升 以前当中代文件事物 那我相信将来 我们中国的市场会更大会更好 2012年方秀公司的鲁鱼 销售额突破了1.5亿元 在方秀的带动下 近5000多鲁鱼养殖户 稳定增收 为了提高鲁鱼的买气 方秀以客制化的试吃活动 吸引媒体报道 但让合作的饭店生意兴隆 也让其他餐厅纷纷前来 和他签订供获合约 从此鲁鱼声名大造 透过专卖店的设立 扩大鲁鱼的销售范围 在出口与内销上 创造双赢的利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